我要哭了 那台法拉利又停在那儿了 你贴法单美啊 哟 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因为我努力工作啊 这可是咱们第一周实习 那么努力工作的实习交警 给法拉利贴法单美 没贴啊 你怎么这么怂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怂的发小 走了 真没贴啊 要不明天我跟队长申请一下 跟你换个班 我去帮你贴怎么样 不过今晚你得请我吃饭 不用了 这不能怪我嘛 谁让我遇到一个宝藏帅哥呢 不甜的颜园住 全一期现代单美广播剧 那么大个镜庭看不到 欢迎收听 好渴啊 今天早上竟然带了一个空水壶出来 胃也开始贪了 好想歇一会儿 可是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绝对不能偷懒 就 就休息一小会儿 再待三十秒 就继续工作 哥哥哥哥 哥 你看见前边的空水壶 你焦紧没 那个 看见了 怎么了 睡不睡啊 还行 这这叫还行 你真没眼光啊你啊 快快快 开过去 我要找焦紧小哥哥要微信 下车 嗯 去旁边便利店 买瓶快原水 要冰的 啊 我 让你去就去 一会儿你到后所去 头缩进去 我没喊你出来之前 不要出来 哦 中暑了吗 嗯 我 我有点头昏 啊 不对 我没事 在这书音歇了一会儿了 我得走了 这瓶水拿着吧 谢谢 谢谢您 哥 我能出来的不 随你 哎 怎么样怎么样 正点帅不帅 啊 帅也不管你的事 我的 哥 你不行啊 嗯 你看你这 你给了瓶水就没了 真是 也不要个微信 连名字也没问 直男都比你会撩 我不是直男 我就是 我 哎 我举个例子啊 你下次看到别的帅哥 你得主动点 你懂吗 你只有主动了 你们才会有故事 没有别的 就他了 靠 没看出来你还挺专一的 哎呀 可惜刚刚没要那小可爱的微信呀 哎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搭上话喽 能 你是圣诞老人送给我 好孩子的礼物 你是三千美丽世界里 我的一瓢水 中手了吗 我 我有点头昏 哦 不对 我没事 在这书音歇了一会儿了 我得走了 这瓶水拿着吧 谢谢您 如果能再碰见他就好了 书音下那辆车有点眼熟啊 怎么停在静庭去啦 这是上次那个帅哥的车啊 算了 就当是他上次给我送水的报答吧 怎么又停着了 不要骑人太甚 不要停这里了 你再停我就给你开发单了 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有事就说 你那小可爱塞的纸条 我问了局里啊 今天是他执行这个路段 你可以出去了 家里的阿姨送饭过来了 你下楼哪 不要停这里了 你再停 我就给你开发单了 他超过分好吗 明天 明天他再停那里 我一定要给他贴发单 哦 你得说到做到啊 好烫 好烫 虽然他开的是法拉列 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他是有钱人就放过他的 知道了 不贴的是小狗 不贴的是小狗 你怎么把肉都给吃了 你都气饱了 不用吃 蒋云珠我杀了你 那么大个镜亭看不到吗 架子可就是放弃了 这张只用水一浇就能截下来 哥 你知道你像个什么吗 嗯 像个痴汉 你别以为我没看见 你钱包里头还夹着上次那张纸条吧 闭嘴 哦 又停在这儿了 真的 真的要去放弃吗 快去快去 给他轮胎放弃 可是他好帅哦 再多给几次机会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哎呦 怎么能因为他是帅哥就放过他呢 不可以带着私情去工作 可是 可是 给他轮胎放弃 我也是存了私心的了 什么私心 想让他注意到你啊 哎 哎 不不不不不不不 怎么可以对一个陌生的帅哥产生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 太窝戳了 那不如就 铁罚单吧 对 铁罚单 啊 你在干嘛呢 呃 要贴罚单吗 嗯 不不不不是 不贴罚单 嗯 不贴罚单啊 那是 要来给我的轮胎放弃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行 我 我就是想着 您上次还送水给我喝 我觉得您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我不想给您贴罚单 但是 但是您的车总是停在这儿 我实在没有办法 您不要去投诉我 好吗 先生 哎 别紧张 我逗你玩的呢 我没生气 不会去投诉你的 嗯 哎 别哭啊 我也没带纸 就拿手给你擦了 他 摸了我的脸 你什么时候下班 啊 还有十五分钟 我再把这条街巡轮就好 嗯 你去吧 我在这里等你 哦 啊 这里不能停车 知道了 我到前面的离时停车点停的 啊 我下班了 但是 但是我得回局里一趟 嗯 我等你 给 刚买的 还暖着 对不起啊 我刚刚就应该说的 但是我刚才 我刚才 没事 你快去吧 要我开车送你过去吗 不不不 我不要 我骑摩托车回去 很快的 咱们去到这里 就几分钟的车程 你不要走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诶 等等 不知道 这样会不会有点冒昧 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曾乐言 我叫袁一哲 我家公司 就在这栋楼顶层 完了 长得跟孔雀开瓶似的 哦 你好厉害啊 谢谢 嗯 这里 你 你怎么还停在这里 不是说了不能停车吗 你说你会去临时停车点的 你 你骗人 我要给你贴罚单 我真的得贴了 你不许拦我 好好好 是我不对 你贴吧 我就不怪你 我 我已经下班了 罚单不在身上 罚多少都可以 别生气了 我才不要你的钱 拿走拿走 我现在很躁啊 我跟你讲啊 不要以为给钱就能收卖我 那不要闲 把我发给你好不好 你想做什么都行 嗯 那 我请你吃饭吧 别生气了 那勉强 就答应你吧 你对所有人 都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 你是第一个 这样啊 等一下 先别下车 我想 先跟你说些话 也许在车上说会比较好 我先说 好 你先说 我 我得先道个歉 我就段时间总是一拳谋私 不对 这个词好像不能这么用 总之就是 我就段时间做的这些 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我这样是不对的 我已经深刻反省过了 然后呢 继续说 我 我 那倒我说了 可以吗 嗯 其实我也是啊 我也 一直在吸引你的注意 虽然这么说 可能有些仓促 也有些冒昧 但我保证我说的话 都是我认真反复再三确认过 才确定跟你说的 我对你有好感 想跟你进一步把关系 发展下去 我喜欢你 你干嘛抢我台词 因为是我先喜欢你的 我看见你的第一眼 我就喜欢上你了 所以我要先说 小傻瓜 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就算是这样 也应该是我来说 啊 我看见你的第一眼 也开始喜欢你了 傻瓜 我爱你 就让这一场邂逅 画个圆满结局 看见了警听 偏偏故意出难题 小心思吸引他注意 再慢慢的走进了心里 这一次空气都变甜蜜了 这次看爱情发酵了 浪雨没酒被打破 沉醉了吧 跌落一场爱情漩涡 谁也没有想要去逃脱 看不着的枷锁 困住了你我 眼中只留下 彼此同一抹 是你接那海 懵懂的那个我 也带来了甜蜜香壳糖果 we only one step away from from happiness because I love you 就让这一场邂逅 画个圆满结局 看见了警听 偏偏故意出难题 小心思吸引他注意 再慢慢的走进了心里 这一次空气都变甜蜜了 这次看爱情都发酵了 浪雨没酒被打破 快点沉醉了吧 别闪躲 我爱情都发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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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情都发酵了